目前糾正的內容 我們還沒有看到進一步 那等看到進一步的糾正內容 我會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恩恩爸他有提出問題 就是說那既然監察院已經提出糾正 請問市長何時可以跟他見面 我非常謝謝 在這段時間 大家很多的寶貴意見 尤其恩恩爸完全可以尊重也感同聲受 那至於監察院的內容 因為他早上才會公布 公布以後 我們會很清楚的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然後第七點 家屬為了要了解整個過程 然後希望能夠提供完成的資訊錄音檔 但是這個新北市政府這邊一直以各種理由 說有涉及隱私 所以他就沒有提供 其實他是當事人也是厲害關係人 他當然有權力 有資格去要求政府機關提供 所以他這裡面不符合明確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實體上也缺乏正當性 他處理的相當的草率 而且讓這個當事人覺得很不受尊重 最後處理的方式 就是一到二是糾正衛福部 4567這四項是糾正新北市政府 所以他這個地方特別說我們要去了解這個聯合國的 這個針對這個2019的COVID-19的指南 指南這個地方你看最後這邊也談到 更應該要關注兒童保護需求和兒童的權利 這個地方很重要 那前面這邊都講緊急措施 緊急措施也要維護公眾的健康跟利益 接下來也是一樣 兒童權利公約裡面也談到這些 兒童必須的醫療協助健康照顧 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要優先照顧的 兒童跟孕婦 所以這個地方有特別強調這一點 我們的專家學者也特別強調這一點說 兒童跟成人就是不一樣 兒童應該更優先的來關切 同時要注意到他們 這個比較脆弱性 所以應該要有一個巧門 有一個後門或者有一個替代的方案 來特別的來關照他們 接下來也來 這邊就看到了我們的調查意見 調查意見一共有10項 第一跟第二是要糾正中央衛福部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地方你看 就是他的感染防治管制措施 管制措施裡面缺乏針對兒童的特殊情況的考量 然後缺乏彈性 他說這些管制措施以前都是為成人設計的 沒有考量到兒童的特殊的需求 跟他的脆弱性 那當然在那個之前 我們也可以了解 兒童染疫的情況非常非常之少 那恩恩小朋友可以說是很不幸的是第一例 是重症 而且後來就很快的引發了死亡的一個特別的案例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說修正之前 他的這個規範的用語有欠明確 而且不符合行政程序法裡面規範的說 法治國的要求 同時也應該要按照聯合國的指引 來維護兒童的權益跟健康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中央的部分 其實可以看看出來 他的規範 跟消防署的規範也不一樣 消防署比較有注意到 緊急醫療照顧的一個精神 所以他遇到特殊的情況 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他可以要求立刻要送醫 然後來急救 所以這個是衛福部他沒有做到的 第一點 我們來第二點 第二點 1922防疫專線 他沒有傳遞正確的緊急就醫的訊息 跟發揮緊急聯繫的處理的功能 所以一直從第一通電話進來之後 兩個半小時之後 他才去這個上線去登陸 那也沒有好好的去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 衛福部一直說 他其實對於這個緊急避難外出 他們不乏 可是我們看了那個通電話的紀錄來看的話 他始終只是只是交恩恩爸爸說 你趕快要跟119說明清楚啊 狀況很緊急啊很危險啊 然後要拜託他們趕快來出車來救啊 他並沒有跟他說你可以自行去救醫 所以這個裡面 家屬都做到了 但是我們的中央或者地方的單位 都沒有叫他們說你緊急的話 你趕快自己去救醫啊 並沒有這樣 所以1922他沒有發揮這個功能 他也沒有說清楚 他也沒有叫這個當事人 緊急處置的一些方向 第三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小的意見 就是雙和醫院在這個裡面 他扮演一點角色 那因為119有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說他們要找感控中心來確認 可是這裡面我們很難苛責他的原因是說 因為119打電話過去的時候 也沒有說清楚說這個小孩子意識不清 狀況很危急 他沒有他只是說媽媽很急 所以這個時候也很難苛責雙和醫院說 你要負什麼責任 我們只能說 這個衛福部應該 這個督促 他是部立醫院 應該要持續的檢討精進 危急案件的收支的應變計畫 然後而且加強訓練 以後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件 如果說真的有緊急的話 趕快就讓他進來 然後趕快接受醫療照顧 好 第四個 第四個也是我們必須要給予糾正的一個重點 是新北市 新北市其實消防局已經訂了 這個消防機關應變指引 那也是說同步 著裝跟派車 然後前往救護 然後同時聯繫衛生單位 跟指定的後送醫院 兩者同時並進 可是他沒有按照這個指引去辦 然後一直一直在找衛生單位 然後花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 而且案發之前很少有確診的民眾打119來 要求派車緊急送醫 多半都是說先去什麼檢疫所 然後去哪邊 然後還有一些諮詢 請教 所以他們也沒有這個經驗 其實我們去看了現場 也問了他們 他們說很少很少 然後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他們 有個派遣中心 派遣中心 其實 並沒有這個判斷輕重症的分流 然後重症立即派車的這個狀況 他們沒有這個處理的經驗 所以 這裡面我們特別要指出 他的這個處理流程圖 跟他的這個應變的指引其實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那這個地方是確實造成有一些引誤之所在 所以這個調查意見四 那意見五 就是說消防局找不到衛生局找不到衛生所 那這個時候他們說當然他們非常的忙碌 那個時候案件非常多 那而且還在清零政策之下 所以要做很多疫調 還有很多要居家 還要在隔離檢疫的 所以他們電話很忙 雖然人數有增加 電話線有增加 但是我們覺得總還是不夠 總還是不夠 那所以才會說 一直都盲線中 然後都打不到 電話打不進去 然後找不到人 所以這個地方 然後他的電話語音 又很怪 大家聽了就知道說 什麼叫他白天上班時間再來 然後緊急聯絡電話放在最後最後 民眾也難以注意到 甚至我們幾位委員都發現 連那個消防單位 這個有沒有利用這個緊急電話去找人 我們都質疑 好像也沒有 那我們也有聽說 我聽那個立委在講 他們打的那個緊急電話也是盲線中 那就這樣就沒了 所以他應該要有一個緊急聯繫的管道 那才不會說在這邊斷線 找不到人來處理 然後造成延誤 所以這個是意見五 那第六 這個案件 就是說 一再的重複詢問各自 這邊一共發現有六通電話 從當事人的姓名 電話地址 出生年月日 然後那個身分證字號 哇 然後媽媽 然後姐姐 弟弟 哇 這樣一次下來 哇 一次確認就花了 花了一分多鐘 然後又連續六次 那其實我們有問了說 別的地方會這樣嗎 人家不會這樣啊 他的派遣系統是應該可以 可以呈現報案各自 然後把資料置頂 然後每次這個案件 一輸入 哇 這個名字然後馬上就跳出來 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個這樣一再重複詢問各自 行政效能是不髒 確實應該檢討改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糾正的事項之一 然後第七點 家屬為了要了解整個過程 然後希望能夠提供完成的資訊 錄音檔 但是這個 這個新北市政府這邊一直 以各種理由啊 說有涉及隱私啊 或者是什麼的公務商啊 或者是有別人 非關相關的事件的這個聲音 或者是資訊 所以他就沒有提供 那這裡面我們覺得說 其實他是當事人 也是利害關係人 他當然有權力 有資格去要求 政府機關提供 按照資訊公開法的一個精神 那所以他這裡面不符合明確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實體上也缺乏正當性 同時他也應該要很詳細的 用書面來序明他的理由 他為什麼是這樣 那也不是這樣 他處理的相當的草率 而且讓這個這個當事人覺得很不受尊重 就是不給 然後給出來的就是一個摘要 那所以還比不上 我們看到的那個媒體所曝光出來的 那個完整的那個對話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 那第八 我們這邊就是說有那個模擬 那個119的勤務中心的狀況 那有造假演戲爭議有失謹慎 那我們這邊去了解之後 狀況也不是 就是說他有5個人接聽 有9通的電話測試 每1通電話測試 只是說進線來然後測試 然後5秒鐘 其實也不會引發那個影響救災情務的狀況 所以這個這一點就沒有到糾正的程度 但是我們覺得說 引發了這個爭議 然後有這個有失謹慎 我們覺得這個應該要檢討 然後那個造成外界很不好的印象 那第九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特別要強調恩恩案發生 他是國內的首例 他是新冠肺炎引起的這個急性腦炎 腦水腫致死的案例 那前後也不過是5天的時間 成熟漢市 那對 但是他對台灣的兒童醫療其實帶來很多 其實蠻正面的一些影響 比如說 亡羊補牢之後 立刻開放了這個放寬自行就醫的條件 兒童的重症警訓的症狀 臨床治療的準則 那也有這個綠色通道等等 那同時他們在案發之後 連續大概有兩個多月時間 都密集的開會 每到的假日 禮拜六禮拜天他們就 這個醫學會就開了 大家開會 然後廣傳周知 讓所有兒科的醫師 那個醫護人員都了解 怎麼樣面對怎麼樣處理 這個兒童 因為這個新冠肺炎引發的這些 特殊的狀況 那所以這個算是亡羊補牢 那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也是有正面的影響 那因為這個案件引發的關注 那其實也是救了很多小朋友的性命 我們後面就會看到那個數字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邊看得出來 那突顯出來制度面來看的話 兒童醫療照護 不管是緊急 或者是一般的醫療照護 其實都不足 我們跟兒科的醫師在諮詢的時候 他們談到說他們非常的弱勢 大家知道兒科現在找不到醫生了 很多很多大醫院 然後甚至不敢開設兒科 那他們的給付也不好 人力也不足 那可以說 處境是非常非常弱勢的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 特別特別帶引起社會關注 然後請衛福部也要檢討的地方 以後的兒童的醫療 兒童的緊急照護這些都 最後那句也蠻重要的 追蹤關懷受創傷者的家屬 給予必要的支持 這一點我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說這個受創傷的家屬 其實我們等一下後面數字看出來 其實很多 得到重症的小朋友很多 死亡的也蠻多的 那他們都需要特別的關懷 他們覺得說應該從就醫開始 到事後都應該要有關懷的措施 都要特別的給他們支持 讓他們走出這個傷痛 來我們看下一頁來 這個地方就案例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到了昨天 我們還特別去詢問 這是最新的數據大概是怎麼樣 到昨天這個前天12月25號 兒童確診有118萬4千多 還蠻多的 118萬 那全國的占比是13.7 重症有288 死亡的38例 那恩恩小朋友是第一例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都是 都是這個急性腦炎 當然也有其他的 包括肺炎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都有 但是有很大的一個比例是急性腦炎 那全球大概是這樣 2400多萬 2400多萬 這個是要跟大家做參考 大概這個狀況是如此 好的 那意見10就是機關職責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說 機關要發揮他的這個緊急送醫的 這個擔負這個職責 所以他有很多地方不能夠有效的聯繫 這個應該要檢討 我們剛剛看的也是一樣 你看那個從頭到尾 這麼冗長的程序 這麼多通的電話聯繫 這麼多的關卡 其實也可以說關卡 我剛剛算了一下大概 大概有八九個關卡 那個恩恩媽媽打電話進來 然後119又開始去聯繫衛生單位 119也去聯繫了這個醫院 然後好不容易找到的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還要去聯絡醫院 醫院內部還要在協調 協調之後要回復給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在通知消防單位 消防單位在通知這個當事人說 好我們準備要去救護車要去收治 然後再通知給消防消防分隊 消防分隊派車 所以這個一下下來 差不多將近十個過程 每個過程耽誤個幾分鐘 那一下來就不得了了 所以這八十一分鐘就這樣來的 一關一關的卡關或者是聯繫 然後不斷的重複什麼什麼各自的詢問 然後就這樣 然後一下子一個多小時之後 然後才開始派車輛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應該要檢討 這些改善這些執行院的相關問題 然後避免這些這一類的事件 以後還持續再發生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立刻就有了改變了 馬上這個案件 大家的關注之下 那也改變了很多指引 不管是送醫也好 然後救治也好 這些都做了一些改變 總算我們的最後處理的方式 就是一到二是糾正衛福部 四五六七這四項是糾正新北市政府 三到九是請衛福部這邊檢討改進 八跟十四新北市藥檢討改進